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蝶腿实的是找不到感觉 总是直的 超级直 这样子玩 不会蝶腿 膝盖不会玩教练 我没膝盖 我找不到感觉 我天生腿就只有一根骨头 怎么办 练一下点胸腿 是吧 那点胸腿怎么练呢 说简单点 把两个腿冰在一起 往下踢 屁股拱起来 好吧 就反复做这个工作拱起来 先做慢一点 就反复做这个工作 其实简单的说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说老师啊 屁股拱起来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会 这是我们的骨盆 对不对 我们的骨盆 往前倾 就是屁股拱起来 侧面来一个 好吧 股盆 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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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屁股拱起来 对吧 后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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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可以怎么样呢 把两个手放横边去 然后一口气 上下转 是吧 上下转 动作连贯 幅度小一点点 动作连贯 好吧 这样子 就很容易找到鞭腿的感觉 知道吧 因为叠胸腿它 它全身就是一个大鞭子 对不对 你全身这么摆动起来 膝关节不参与 在里面你会感觉浑身不舒服 对不对 好吧 然后还可以拿出马子 那这马子就是练习脑袋固定不动的摆腰打腿 是吧 这个时候就要求你的那个背肌 素质肌和那个副肌肌 要特别的灵活 来回收缩 是吧 让身体摆动起来 好 这一次 这就是 自由泳腿中辅助性的蝶泳腿 是吧 那如果你想看蝶泳腿的更加详细的讲讲视频 我蝶泳入门教学里面有 好吧 你可以去找一下看一下 就这样 谢谢